大家好,很多花友之所以不会养养花,觉得养花不好养 主要是因为养花的浇水特别难把握 总是一不小心的就把养花给浇死了 甚至是浇干枯,然后整个蜘蛛枯萎了 那么我们养养花到底应该怎么浇水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养花浇水的小秘密 只需要六个字就可以把握好养花的一个浇水方法了 那么是哪六个字呢? 其实这六个字呢就是晴坐雨,雨坐干 什么叫晴坐雨,雨坐干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我们在晴天的时候就是天气比较凉爽的情况下呢 就给养花模拟下雨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给养花呢尽情的喷罐 让它呢处于一个在雨水泥的一个状态下 这样呢不仅可以起来一个清洁的效果 而且呢还可以将盆土里面的一些污浊之蟹给它排出去 让你的养花的这个根系呢能够更好的呼吸 当然如果是夏季高温烈日之下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淋大雨了 最好就是选择在清晨的时候给它淋 而雨坐干就是说如果是在下雨天 那么下雨天呢它湿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尽量让其它干旱 不要浇水 就算盆土干了也不要浇 如果这个时候浇的话呢 它的这个水呀很难排出去 很容易出现一个烂根的现象 那么学会这样子给你的养花浇水满足这六个字 那么这样呢你的养花呀它才能够越氧越旺 根系了又不会出现一个空根烂根的现象 当然呢在浇水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要给养花补肥 我们可以在这个浇水的水里面呢 给它加上一点这种养科专用的有精氧液 来给它既补水又补肥 那么呢养株呢才能够越氧越旺 但是如果是在它的花芽分化期的时候 大家呢可以给它在这个水里面呢 给它放上一点高磷钾肥也就是磷酸钾或者是花多多二号都可以 所以呢我们给养花浇水的时候 大家只要把握好这六个字 基本上养花就能够越氧越旺 所以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养花浇水的小秘密 我们下期见